你好,欢迎你每天听本书,今天给你讲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《中国世深》。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,我们每天听本书栏目还曾经解读过他的名著《乡土中国》。 今天要讲的这本《中国世深》没有那么出名,甚至长期被忽略,因为这本书不是他后来在中国学术界扬名立万的著作。 他本来是费孝通先生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的英文论文,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又往里面加进了一些作者本人的口述,编成了这本书,再后来这本书就被翻译成了中文,引进到了国内。 这本书虽然没有那么有名,但是非常重要,因为它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阶层,叫做世深。 我们都知道,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一个理想,叫做学而优则逝,读书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,然后弄个官当的。 但天下的读书人那么多,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官呢? 当然不是了。 科举考试在宋代就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三级考试的制度。 到了明清时期,正式定型成为院士考秀才,乡士考举人,会士考共试,最后通过电士选拔进士的四道关口。 读书人要想杀到最后一关,也就是电士,可以说是难如登天。 历史学家张希青做过一个统计,北宋大中降服二年,也就是公元1009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,全国一共有一万五千人报名。 最后通过电视获得录取的人数是多少呢?四百人,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三。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,有一个叫胡植的进士也说,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有几万人,最后能够参加电视的也不过三百人。 可见,明朝的科举考试录取率比宋朝还要低。 那问题就来了,那些没当上官的读书人,后来都去哪了呢? 我们首先想到的,可能是他们还可以去私塾当教书先生啊。 犯进重举的故事里面,犯进考上了秀才,还想考举人,结果被岳父糊涂糊臭骂了一顿,说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侥幸中了一个秀才,就做起白日梦来了。 赶明我给你找一个私塾,让你当个教书先生,挣几个钱养活你家老娘才是正经。 可见,去私塾教书,虽然并不体面,也算是读书人落地以后的重要选择。 除此以外,他们还能干点别的,比如去给官员当师爷。 包青天身边的师爷公孙策,就是一个读书人的形象。 但这些出路毕竟是有限的,并不能解决大多数读书人的就业问题,而且这些出路也算不上体面,很多人并不愿意去。 读书人的就业安置工作,如果做得不好,那可能是会出乱案子的,因为读书人容易制造社会舆论,破坏社会稳定。 但古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,就是稳定。 这说明,读书人除了做官,肯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就业方向,让他们不至于闹事。 那么,读书人究竟干什么去了呢? 作者在书里指出,古代的读书人有很多都变成了士绅。 士绅在古代中国特别重要,是社会的稳定器。 但是,在近代中国,因为经济结构的改变,士绅最后变成了土豪猎身,于是就被历史淘汰了。 好,说到这儿,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带你了解这个曾经很重要,但又长期被遗忘的阶层。 第一,什么是士绅?士绅是怎么形成的? 第二,为什么说士绅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器? 第三,士绅最后为什么变成了土豪猎身?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方面,士绅的含义和来源是怎样的? 所谓士绅,用一句话概括,就是文人加地主。 古代的读书人都想通过科举考试做官,但最后能当上官的毕竟只是一小撮。 尽管如此,读书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往这条路上走,因为当官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。 当官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获得一个身份,古代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。 也就是说,如果你在政府里获得了一官半职,你就拥有了政府认可的身份,你就可以高人一等,拥有某些特权。 到了明朝的时候,因为天下的读书人太多了,能当官的有限,朱元璋就做出了一个制度创新。 在明朝以前,秀才和举人都只是临时性的身份,如果你考上了秀才,在规定时间内,没能考上举人,那秀才的身份也会被取消。 朱元璋却规定,只要你考上秀才,终身都是秀才,考上举人也是一样,这个功名的光环终身都陪伴着你,而且这个光环还意味着一些特权。 这些特权可是实实在在的,比如在明清时期,获得秀才功名的人见到知县可以不用下跪,知县不可以随便对秀才用刑,秀才还可以免除摇曳。 如果你中了举人,那就更牛了,举人可以作为官员的候补人选,如果有了合适的空缺,举人就可以直接出来当官。 所以,举人在地方上属于上流社会,可以和知县称兄道弟,怪不得犯进中了举人以后,会高兴的发疯,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也会赶紧前来巴结,又送房子,又送钱。 朱元璋的这种做法还有更深远的意义,只要有了科举功名,哪怕不当官,你仍然是一个有身份的人,可以享受某些特权,从此和那些平头百姓就不一样了。 这其实就意味着,当官不再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,在官员和百姓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,就是拥有科举功名和政治特权,却又没有成为官员的读书人,这批人就是世身的一个重要来源。 除此以外,世身还有另外一个来源,就是在职官员的亲属,或者是退休以后的告老还乡的官员。 虽然不当官也可能拥有特权,但对于一些大家族来说,还是希望家里有人出来当官,因为家里有人当官,就可以为家族提供保护伞。 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府,为什么一直逼着贾宝玉去读四书五经,希望他能考上个一官半职呢? 就是因为贾府觉得自己家的地位其实已经不太稳定,如果家里有人做了官,那以后就安全了。 所以那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大家族都会特别重视对孩子的培养,他们一般都会在家族内部见一个私塾,雇一个教书先生,来教孩子们读书。 《红楼梦》里面就有一个故事,说的是贾宝玉的贴身书童名烟,伙同其他几个书童,把贾宝玉的同班同学金融痛打了一顿,他们打架斗殴的地点,就是贾氏家族开设的私塾。 还有一些家族,族人也很多,但是没有贾府这样的经济地位,那又该怎么办呢? 他们也想出一种对应策略,叫做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。 什么意思呢?就是在家族里选择那些看上去最有天分的孩子,集合全族的力量供他们读书。 如果他们将来不负众望,真的有人当上了官,整个家族就找到靠山了,在当地就会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 比如南宋著名的大学者陆九渊,家里就有兄弟六人,陆家家境贫寒,全靠二哥陆九旭经营一家药铺,供养弟弟们读书。 后来,五弟陆九陵和六弟陆九渊果然都做了官,陆家也就成为当地很有声望的家族。 在古代中国,声望和财富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。 犯进重局以后,他的岳父胡图胡就说过一句特别到位的话, 古老爷今非昔比,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,只怕古老爷还不稀罕。 一个家族如果在地方上有了声望,这种声望很快就可以转化成财富,这个家族很快就会成为当地的大地主。 你看,一个官员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家族势力,这个家族在当地同时拥有了文化、权利和财富。 这个官员在位期间,他老家的亲戚们就会成为当地的士绅,甚至县太爷也知道他们上面有人不敢得罪他们。 这个官员退休以后,就可以告老还乡,回到老家成为士绅,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当过官,就会很尊敬他。 比如,明朝嘉靖年间的内阁首府徐杰,他是松江府人,就是今天的上海松江一带。 他在位期间,家人在松江当地有大量土地,成为有名的士绅。 徐杰退休以后,回到家乡,就成为家族的领袖,当地士绅的代表人物。 所以说,在职官员的亲属和退休以后,告老还乡的官员,是士绅的另一个重要来源。 到这里,我已经为你讲述了士绅的含义和形成过程。 下面,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,为什么说士绅是古代中国的稳定器? 作者在这里指出,士绅之所以被称为稳定器,是因为它们具有两种功能。 第一,提供公共服务。 第二,反映民情民意。 这两种功能都和古代中国在政治上的特点有关。 自从秦始皇在全国实行俊宪制以来,古代中国就处于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之下。 表面上看,人民在政府权力面前完全是被动的。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,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是很难维持的,因为存在两个难题。 一方面,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,政府很难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面面俱到的管理。 比如,一个村庄要造一座桥,修一条路这种事,就不能总是等着政府出钱来办。 另一方面,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也需要一个渠道向上反应。 如果政府长期忽视老百姓的意见,那也会出问题。 秦朝就是因为只有政府单方面的行政,不能及时掌握民情民意,最后才灭亡的。 士绅这个阶层就刚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。 古代中国的政府经常表现出一种无为主义的态度,就是抓大放小,只抓税收,征兵这种大事,把一些小事交给老百姓自己去管理。 这种态度表现在制度上就叫做皇权不下县。 最低一层的政府就是县衙门,县老爷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,但他平时只做两件事,一件叫做税收。 一件叫做审案,平时他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,比如游山玩水,吟诗作画。 说到这儿,我们就要说清朝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郑板桥。 他在山东围县和范县这两个地方做过12年的县令。 在这12年的时间里,他留下了许多著名的画作,还出版了个人的诗词集,精神生活非常充实。 同时,他的本职工作也没有耽误。 在他当县令期间,这两个地方的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,对他也很爱戴。 那除了收税和审案,其他的事情交给谁做呢? 都交给地方上的自治团体了。 地方上的自治团体有很多种,其中最重要的叫做宗族。 所谓宗族就是同宗的几个家庭组成的大家族。 宗族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,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了非常严密的组织。 宗族成员一般都集中居住在祠堂的周围。 祠堂就是摆放祖宗牌位,举行祭祖仪式的地方。 我们今天在安徽、浙江、福建等地,还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建造的祠堂。 宗族内部会推举一个领袖,也就是所谓的祖长。 祖长平时除了领导宗族内部的事务,还要负责和地方官员沟通。 地方上那些有势力的宗族,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士绅家族。 他们家里一般都有人出来做官,或者至少是拥有科举功名的。 比如,清朝安徽同城的张氏宗族就是当地的望族。 族人中出了一个佼佼者,叫做张英,曾经在康熙年间当到了吏部尚书。 张英有个儿子更牛,叫做张廷玉,他做过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三朝元老, 是清朝军机处制度的实际创立者。 你想,地方官面对这样的家族,敢不买他们的账吗? 不仅是要买账,地方官还经常把一些基层的公共事务,委托给这些大家族去做。 比如,兴修水利,假桥铺路,调解纠纷,组织娱乐活动等等。 今天,在中国的一些乡村,我们还可以看到,一座桥的桥头立了一座碑, 上面写着某某善人与某年某月捐资修建此桥。 这里的某某善人就是当地的士绅。 古代中国的乡村,还有一种传统活动,叫做摄戏, 就是每年到了固定的日子,都要请戏班子来唱几出戏。 一来是向神灵祈祷,来年风调雨顺, 二来也是给乡亲们提供一点娱乐活动。 鲁迅先生有一篇小说,就叫摄戏,写的就是小时候去看摄戏的经历。 出钱来举办摄戏的,一般也是当地的士绅, 有时还会邀请地方官一起来看戏,叫做与民同乐。 你看,士绅在当地,其实就起到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。 一些地方官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,就交给士绅们去做了。 除此以外,士绅还有另外一个功能,叫做反映民情民意。 对于政府的政策,老百姓有时难免会有意见, 但老百姓并没有和官员打交道的渠道, 于是士绅就派上用场了。 在明清时期,士绅是可以和县官平起平坐,讨论事情的。 这种时候,士绅就可以向官员反映一些问题, 比如今年的收成怎么样,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, 有没有什么诉求,乡村的治安怎么样, 有没有什么安全上的隐患。 可千万不要小看士绅阶层的能量, 有的时候,他们不仅可以反映民情民意, 还可以为民请愿,代表老百姓和官府谈判。 在清朝康熙,雍正年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, 叫做苏松减负运动。 苏就是苏州,松就是松江, 苏松就是今天的苏南和上海一带, 在当时,这里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这里也是赋税最重的地区。 当时,苏州这一个地方上缴的税粮就超过了浙江全省, 过高的赋税严重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。 虽然当地经济很发达,粮食产量很高, 但老百姓流离失所的事情却经常发生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 从康熙年间开始,当地士绅就不断上书请愿。 康熙28年, 康熙皇帝巡视到苏州虎丘一带, 当地士绅的代表就在康熙价钱上奏, 恳请减免苏松一带的赋税。 康熙皇帝当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, 苏松地区的士绅就拿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, 不断上书朝廷。 到了庸正年间, 终于打动了当时掌管户部的遗亲王允祥, 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那位十三爷, 允祥就向庸正上奏, 减免了苏松地区的赋税。 你看,在这个例子当中, 士绅阶层不仅能够反映民情民意, 还能够为民请命, 主动去为老百姓争取利益。 士绅阶层的这种行为,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国家政策的弊端, 所以说士绅阶层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器。 说到这里, 我已经为你解释了士绅阶层在古代中国发挥着怎样的功能。 士绅可以提供服务, 也可以反映民情民意, 还可以为民请命, 在当地一般都具有很高的道德声望。 好,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谈最后一个问题。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词我们都很熟悉, 叫做土豪猎身, 这一听就不是好人。 作者在书里说, 土豪猎身其实就是原来的士绅, 士绅在近代变成了土豪猎身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。 江文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里面, 周韵饰演的妓女, 对周润发饰演的黄四郎说过这么一句话, 他不过是流水的县长, 您才是铁打的老爷。 这里的他说的就是江文饰演的张麻子, 这句话的意思是县长都是外来的, 可以不断换人, 老爷这个角色却是扎根在本地的, 是雷打不动的。 老爷是什么人? 其实就是士绅, 黄四郎就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士绅。 如果我们熟悉电影剧情就会知道, 黄四郎一贯横行霸道, 鱼肉百姓不是什么好东西, 是地地道道的土豪猎身, 和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有文化, 负责任的士绅有着天壤之别, 那问题就来了, 本来好端端的士绅怎么在近代, 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土豪猎身了呢? 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道德问题, 说的是士绅阶层道德的堕落, 而作者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释, 这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, 而是经济问题。 士绅变成土豪猎身, 不是因为士绅道德素质不行了, 而是因为士绅和农民的关系, 从缓和走向了紧张, 从共生关系变成了对抗关系。 这样说, 你可能觉得有点抽象, 不过不要紧, 我来给你慢慢解释。 我们来想象一下, 在近代中国的某个乡村, 有这样一个家庭, 我们就叫他王家吧。 王家租种了当地士绅张老爷家的土地, 当时还在使用牛耕, 生产效率是很低的, 而且近代中国农业人口已经很多了, 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大, 尤其是在安徽浙江这种地方, 人口很多, 山地也很多, 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就很小。 春中秋收, 一年忙活下来, 给国家交完黄粮, 再给张老爷家交完租子, 剩下的粮食可能刚刚够一家老小的口粮, 万一遇上水旱灾荒, 粮食欠收, 那可能就连口粮都不够了。 但是王家并不觉得特别慌张, 他们还有办法可以维持生活, 那就是依靠家庭手工业。 我们都知道, 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, 叫做男耕女织, 男的在地里干活, 女的在家织布。 早在先秦时期, 孟子就说过, 无亩之宅, 树之以丧, 就是要在住宅的周围都种上桑树。 种桑树干什么呢? 用来养残, 然后收集残茧, 骚成丝, 再织成布。 织出来的布, 除了给家里的人做衣服, 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钱, 赚到的钱可以再换成粮食, 这样一家人的日子也就可以过下去了。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,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, 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。 张老爷作为地主, 既有收租的权利, 也有帮助王家几口人活下去的义务。 要是因为他催租子催得太紧, 把王家人给逼死了, 他就会落下一个为父不仁的恶名, 在当地就会被人戳几两骨, 也就没法做人了。 所以遇上灾年的时候, 张老爷就可能主动免去王家的一部分租子, 甚至送给王家一点粮食和钱, 帮助他们度过灾年。 在这个时候, 世身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很缓和的, 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。 而后来有一天, 张老爷看了看皇帝, 又到了夏田收租的日子, 于是就兴冲冲地去找王家人收租, 数目还和往常一样, 谁知道王家人一看到张老爷, 就一脸愤怒, 死活不肯交租, 好像张老爷是来害他们一家人似的。 张老爷这时候就很茫然了, 我又没长租子, 今年收成也不错, 你往常都是和和气气地就把租子给交了, 今天为什么死活不肯交呢? 不肯交也就罢了, 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呢? 原来这都是西方列强惹的祸。 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以后, 就开始向中国输入大量工业品,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纺织品, 也就是以前所谓的羊布。 羊布是机器织出来的, 价格当然要比中国农民用手摇纺杀机织出来的土布要低, 质量也比土布要好。 本来王家人拿着家里织的土布去市场上卖, 还能卖个好价钱, 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买主了, 大家都去买羊布了, 谁还买你的土布? 土布卖不出去, 王家的财政立刻就陷入了危机, 这下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。 一家人正在长须短叹的时候, 张老爷突然出现在家门口, 想来收租, 你说气不起人, 怎么还能给他好脸色看呢? 于是, 世参和农民的关系也就紧张起来了, 在农民看来, 世参就是想把自己家的救命粮抢走的人, 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, 世参和农民的共生关系也就变成了对抗关系, 世参的道德形象也就一落千丈, 变成了土豪猎身。 与此同时, 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, 叫做二地主问题, 说白了, 就是世参和农民之间, 又出现了一层赚差价的中间商。 在当时, 因为西方文明的影响, 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, 城里有许多乡下没有的新奇事物, 还有在当时更为先进的文化, 于是, 像张老爷这样的士绅, 就从乡下搬到城里去住了, 他在城里买了房, 雇了几个仆人, 舒舒服服的过日子, 还把孩子送进了城里的洋学堂, 接受新式教育。 张老爷虽然进了城, 但他们的收入来源仍然是乡下的农民们交的租子, 但张老爷在城里养尊处优, 已经不肯亲自下田去收租了, 他就把自己的田地转租给了李家, 让李家去找王家人收租, 收上来之后, 再交一部分到城里来。 这个在张老爷和王家人之间赚差价的中间商李家人, 就叫做二地主。 这下问题就严重了, 一来, 李家人作为中间商, 想要赚到差价, 就必然要增加租子, 羊毛出在羊身上, 这部分租子最后还是王家人来承担, 于是王家人的负担就更重了。 二来, 李家跟王家可能根本不熟, 也就没有人情上的负担, 不会像张老爷那样照顾王家人的生活。 再说, 地本来就是张老爷的, 万一出了什么事, 这锅也还是得让张老爷来背。 于是李家人根本不管王家人的死活, 对他们而言, 收租就是一切, 只要能收到租子, 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 没准他在压迫王家人的时候还会说, 是张老爷让我这么干的。 于是, 世身张老爷和农民王家人之间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。 张老爷彻底失去了原来的道德形象, 变成了农民眼中的土豪猎身。 你看, 作者这样为你一拆解, 土豪猎身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, 而是经济问题。 说到底, 其实是近代中国根本问题的一个折射, 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。 一方面, 农民被地主剥削的没有活路, 另一方面, 城市里的世身阶层满足于依靠地租获得收入, 也就很少有人会去从事工商业这样的冒险活动。 中国的现代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, 现代工业的落后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, 农民们就更难填饱肚子。 要打破这个怪圈, 只有一个办法, 那就是土地改革加工业化。 进行土地改革是耕折有其田, 可以让农民免除地主的剥削, 可以实现温饱, 进而再进行工业化, 可以让城市居民不再通过乡下的地租, 而是通过城市工商业获得收入。 工业化的发展又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, 农村就会产生剩余劳动力, 而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涌进城市变成农民工, 或者从事第三产业, 比如当快递员, 当保姆, 反过来支持城市经济的发展, 这样恶性循环就变成了良性循环, 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可以逐步实现了, 而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见证的历史。 好, 到这里, 我已经为你讲完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,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。 第一, 所谓的世身就是文人加地主, 世身有两个主要来源, 一个是取得功名, 但没有当上官的读书人, 另一个是在职官员的亲属, 或者是退休以后告老还乡的官员。 第二, 世身是古代中国的稳定器, 因为他们可以在当地提供公共服务, 还可以向政府反映民情民意, 表达民众的诉求。 第三, 世身在近代中国沦为土豪猎身, 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工业品的冲击, 打破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, 使世身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从缓和走向紧张, 从共生关系变为对抗关系。 好了,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。